他也想要问的话 其实他就按赞就可以了 那赞数越高的呢 就会辅到越上面 但如果刚好没有带手机 或比较不习惯的朋友的话 也随时不用拘手 就直接就是 拘手或不拘手都可以了 就直接发一个午餐 那所以其实 应该是还OK的一个情况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心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样子就比较能够 大家是对等式的 没有什么上到下下 要上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是在一般的 开会的场合 大家要拘手 然后就来处理大家的 任何具体的问题 那中间也随时欢迎 就是拘手或不拘手 来发文 我们来调换一些硬件 好 那今天因为 解决收入问题 我想我们就认定 它是一个社会企业 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定义 那这个广义的定义 为什么当时 是会在国外这样子流行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影响力 那反过来有一些NPO组织 他想要 就是有一些永续经营的时候 也可以不是都是问 说今年收到多少 要捐款 而是说他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 而且他创造了多少的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社会企业 它并不是偏重社会或者企业 它是在社会的企业 像是当时公司法 即将要送出 有些人员到立法院 那里面就把第一条 就是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再加上任何公司都可以 除了盈利之外 自己再加上他的社会目的 或者他的环境目的 甚至这个盈利也可以 塞克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朋友说从空总的设计创新开幕 积极进取值的肯定 然后有一位有很多问题 我们在空总现在就是在中小企业处 吴明杰老师的指导之下 其实希望是说 本来如果大家在企业就会要有提企业 那但是到底这两个总差别呢 就是永远斯他提出来这个模式 其实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这家公司呢 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就是一般的C round 这个A round的方式 有的甚至比较适合用捐款的方式 我想我们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你要达到商业模式 是做支支援 来源线的情况 那所以在这个资商面 政府提供帮助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说 如果你真的比率 这个商业司不去做控制 那这个是第一条的一个具体的修正 那另外就是393 那第三条就是公司自愿揭露自己的部分 那自愿揭露自己的部分 这个部分不一定百分之百 需要透过法律来处理 因为目前本来公司 就可以自己揭露章程 只是商业司没有一个地方放他而已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协调商业司 如果公司自己愿意揭露章程 定作为我们可以作为共同采购 共同公益企业的标的 那这些部分可能会在下一波的 其实蛮就是佩服这个 吴明杰老师的团队 就是说他们金老师用一个消费创业 他事实上是就是要做社会使命 但是我们也观察了成功的社会企业 几乎都不是纯粹青年企业创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在社会地位 或者社会评价等等 所以这些部分综合起来跨领域 然后又跨世代 我们看起来才是社会企业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方法 又或者说它事实是任何状态的企业 只要开始认同这样子的理念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往这个方向进行发展 不管本来是基金会还是公司的形态 有位朋友问说 请问政府能不能用推出实质的奖利议方案 来复制扩大定义或者社会企业 这个以我的理解是云万而为人 有在立法院是营运模式 营运模式已经很确定了 不管它是在哪里 它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社会使命 它至少跟赚钱是一样重要的事 公司的经营 它就是好像是让整个社会认名这个品牌 然后这个品牌对社会来讲 也有一些社会影响力动员力的时候 变社会的组成 它在企业跟社会中间产生了双向 而不是单向捐钱的这种连结 同样的道理社会企业作为肌营下去 然后甚至可以自己再赞助 新的社会企业的出现 因为我们现在非营利的组织 在我巡回的过程里面 公司它章程锁定 所以它所有赚的钱都会回到这个基金会来 那我们能不能够设立这样子的一种 等于是混合的这个朋友 在设立的时候碰到了很大的阻挠 那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只要你的这个基金会 NPO的会员大会同意 那你再往前迈进 而且社会不用再一直好像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进行争执 因为在这段实验期 它会累积大量的客观的数据 可以更多禁止 如果没有禁止的话 这个还是要废止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 我们以前就是公务员在试用法的 发概念上的一个蛮彻底的转换 所以我们现在在巡回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劳情经员长 所谓行动行政员的下降 或者是我自己的去设计的下降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透过 外国人才专讨所谓的就业金卡 它可以待三年 然后可以慢慢来来筹备 它的这个社会创新的实行 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 我们去把西湖最新的这些 disruptive就是可能对社会 有一些扰动的 像Uber这样子的一种创新模式 提早的在台湾这边 透过无人载居的创新沙盒 透过各种创新沙盒的方式 提早在台湾这边 去衡量它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它是正面的 那我们又多了一些东西可以export出去 那也对这些外观禁调了 这个我们的法规的调试 它是有一段去调试的时间 它不是就是比较武断的 所以我想这个对国外的创新的朋友们 多多说实话都是一些业军家手 是不是是乃威问这个问题 还是希望保持你 好吧 那就是说 目前这个小旅行的工作 其实以我的理解 包含这个微服务的释迦树 包含老发树 包含各种各样子的政府计划 里面都已经有包含 这个部分的规划跟策划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共享盛举的话 我想就再次 再次目瞰参会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年会的前后 其实尤其是前 其实都有安排 同样的小旅行的这种活动 那这样子的效益活动的好处 就是包含市的这种东西 我不说百分之百包含市的 可能百分九十 包含市这种东西 而是说它把现有的金融规则 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去进行结算 鼓励说电商 其实Facebook也是一家电商 它为什么不加入台湾这边的工会 然后透过一般的工会的协调方式 具体的去把这种交易纠纷 不识广告 涉嫌误导的这个教育等等 结合工会的利用来做 那因为我们这一套制定 目的不是实行卖一台东西 就把它们组织起来 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channel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未来不管您刚刚是说要结合保险 或是结合所有其他经济机械的 各样的产品 我觉得都是先有这样子组织起来的 社会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组织的越多 这个连结 可能的这个企业的连结就越深 谢谢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等部 要请我们的录制 我们来尽重点 我们在这里的掌声 谢谢唐政务员 逸臨今天的会议 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 对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的想法 数位政委这个职位当然是就是新的嘛 但是之前其实在内阁里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也有从好比像说 Google 台湾或者是从IBM Asia 或是从各个不同的跨国企业的朋友们在内阁服务的一些经验 那我自己是从2014年年底就跟这些刚才提到这些当时的内阁的朋友们 有点像是间隙吧 就是参加他们的政策相关的制定 那有很多东西是延续性的 那所以我也很荣幸 最近一年来这边就是跟大家服务 那我在加入内阁之后 除了就是本来就在做的开放政府 数位国家创新经济 等等的这些方面之外 另外一个被赋予的任务就是社会企业的任务 那本来是冯彦冯老师的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后来也是交接给我来做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社会创新这个概念 其实可以把我们很多数位经济 或者亚洲连接矽谷的东西是能够把它整合起来的 因为我们在亚洲这边不是只是 就是好像矽谷有什么创新 然后我们来解决这边的社会问题 矽谷那边的很多新的科技 例如像说social media 或者是500或区块链 它其实也造成社会问题 那澳亚洲这边也不乏有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 那所以我想这个交流是双向的 它并不是说单向的连接 那我自己的演讲呢 在接下来的大概30几到40分钟里面 通常我是不会预设主题的 也就是说就算跟社会企业社会创新没有关系 也很欢迎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 可以连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叫slido.com slido.com 那这个网站呢 你在手机的浏览器打开之后 它会希望你输入一个就是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今天的日期 前面加一个零 零一二零六 有一位朋友已经非常快速的已经 已经在say hello了 对 那这个论坛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它其实就是我在公部门里面的一个观察 就是我在公部门里面开会的时候 因为我是政委虽然我都不希望大家叫我长官 然后直接叫我唐凤就好 那事务官们慢慢就适应了啦 但是我们在公部门里面开会的文化呢 好像就是说每一个部会 它来的那个最高的长官才会说话 那但是来的可能比较基层或承办的事务官呢 通常是不发言的 可是呢大部分我们讨论的题目 是最需要这些朋友们的讲话 那所以就是大家不敢举手的情况下 后来我就引进了这样子一套系统 那套系统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是它是匿名的 就是开会的时候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 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问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可以按赞 所以说如果别人这个也觉得说 你问的问题他也想要问的话 其实他就按赞就可以了 那赞数越高的呢就会浮到越上面 那如果刚好没有带手机 或比较不习惯的朋友的话 也随时不用举手 就直接就是举手或不举手都可以啦 就直接发言就可以了 那我想这整个讨论是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每一个题目我们在处理完之后 像这个已经有一个赞了 我们就会把它收起来 然后呢就会有朋友问我说 这个是不是用过餐了 我自己是起得比较晚 所以我早餐也吃得比较晚 所以就算是有吃早午餐 那所以就是应该是还OK的一个情况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心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子就比较能够 大家是对等式的没有什么上到下 下到上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开会的场合 大家要举手问讲者用果菜了吗 可能是会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透过这样子的平台的话 其实都是都可以去询问的 所以待会就是我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工作的一些内容 那中间我会每一个段落都会回来看这个slido 那大家如果有问任何具体的问题 我就会果断地放弃我的简报 然后就来处理大家的任何具体的问题 那中间也随时欢迎就是举手或不举手来发问 我们来交换一些意见 好 那今天因为题目叫做这个 从社会企业到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其实大家可能有听过 这个是最近就是从风云老师开始推广的这样子一个term 那它是social enterprise 其实本来在外国的意思都是一个社会事业啦 就是说它不一定要是公司的形态 它也可以像台湾这边很熟悉的一些永续经营的NPO的形态 好比像说像慈激基金会 他们就做了很多社会企业型的像大爱感恩科技啊 或者最近跟impact hub去合作 去做各种各样这种永续经营的一种 创造社会影响力的一些方案 那这种NPO形态的当然也是社会企业 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公司形态的社会企业 好比像说刚获得B型企业认证的王道银行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也就是说不管它本来的组织形态是什么 或像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等等 任何不管是合作社形态 NPO形态或者公司形态 它只要有明确的社会使命 它用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来创造社会影响力 来达到它的解决社会问题 我想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社会企业 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定义 那这个广义的定义 为什么当时是会在国外这样子流行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看国外的很多例子 他们在做政策讨论的时候 比如说最近在修法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政策讨论的时候 社会上很容易的就看到公司 或看到企业两个字 就把它想成是好像跟社会的团结 或者是会破坏环境 会追求利润 忽略治理之类 那这个当然不一定总是很公平的 因为大部分的经营好的企业 其实都有它的社会责任 然后也很关心 创造对势力跟环境的好处 但是无论如何 它就是会在社会里面产生一种 好像这是单一价值 就是这边是赚钱不赚钱 然后这边是对社会或环境好不好 的这种拉扯 那社会企业其实它就是对双方面 都是有一个等于是能够彼此共同的一个与会 就是说从企业这一端 大家可以一开始问的 不是问说 你这个社会企业也赚不赚钱 而是问说 你想要在社会上面 创造怎么样子的影响力 那反过来有一些NPO组织 它想要就是有一些永续经营的时候 也可以不是都是问说 今年收到多少捐款 而是说它创造了多少个工作机会 而且它创造了多少个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它并不是偏重社会或者企业 它是在社会跟企业这两个 很多人是把它想成是好像 非此即彼这种零和的概念中间 去创造出各种各样子的连结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推动社会企业的一个 基本的想法 那我们在政府这边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工作 还是在法律的跟法规的工作上面 那这边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 目前的几个主要的修法的方向 一个方向是 当然公司法即将要送出行政院到立法院 那里面就把第一条 就是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再加上任何公司都可以 除了盈利之外 自己再加上他的社会目的 或者他的环境目的 甚至这个盈利也可以 是对于不特定的利益关系的人 不一定只是对股东 当然这个就是每个公司自己去决定 他在他的章程 或者他的其他的行为里面 去决定就可以了 但是之前因为第一条 写公司盈利为目的 大家到底就有一个印象 就是公司只是要赚钱而已 我们现在希望多多少少 把这个印象能够平衡起来 那另外一个公司法相关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有一些公司 当他章程里面就是很明确地指出 他的社会使命 或者他的一些盈域分配的方法等等的时候 我们能够他公示在经济部这边 那这个是可选的 不是说每个公司 忽然之间章程都要公开了 而是说当我觉得说这个章程公开 对于责信有帮助 对大家理解我社会使命有帮助 他得自愿揭露 那这个自愿揭露 我们会用开放资料的方式 他可以不只是在经济部的 各个网站上面看到 也可以是大家在民间自行地去接取 去利用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当这些已经有自己的社会使命院公司 或者是别的组织心态 基金会或合作社 当他设立出来之后 整个社会想要做影响力投资的朋友 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他们 我们从公部门的角度 我们在做采购 做共同供应契约等等的审核的时候 也可以有点像之前的绿色采购那个标章一样 这边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登陆的机制 那未来呢我想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让各种不同的企业跟治理中间的关系 企业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社会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透过社会企业能够做出哪些改变 更明确地让大家知道 因为按照新展银行跟院景工程做的一个调查 目前在台湾随便在街上找一个人问说 有一个社会使命运用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个想法你觉得好不好 五个有四个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甚至愿意溢价购买的可能也有六成左右 但是如果问任何一个人说 那你能不能讲得出某一个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 或经营的想法 那五个里面有四个是讲不出来 所以这两个的差距就是我们目前 在极力地想要解决的 那当然有一些是不需要政府做 像我们宋文齐董事长 他就辅导了可能十几家社会企业 去做一个中秋节的拜报盒 那一打开就可以认识到十几个不同的社会使命 那或者是像福伦社也有做这个福气大礼包的这个工作 我们在政府这一端呢 除了就是鼓励购买 好比像说企业购买到一百万 我政务委员就会出来颁奖 就是我啦 那之外 我们也自己做一些共同供应契约的工作 但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 我想最主要的工作是 我每个礼拜三 好比像说今天 我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都在空总的一个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就是本来的社气聚落搬到建国华市在一边 那它在另外一边 就是中校东路巷子的那边 那边有一个独立的入口 那我们有相当多社会企业在那边办活动 然后在那边像是一个育城中心 但是我自己就是每个礼拜会有一整天就是在那边 那任何想要做社会企业 社会创新的朋友 都可以直接来这边 然后跟我就是讨论 我等于像是一个夜市 像是一个mentor这样子的 去跟大家具体的讨论 有哪些部会可以帮忙的 那当然要解决社会问题 不是只是在台北 那院长在社会创新中心开幕的时候 特别跟我们说 他希望说 既然社会企业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那就是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的社会问题 他们那边是用什么创新方法解决 我们都要能够知道 而不是只是在台北这个地方 所以也特别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每双周的礼拜二 就会固定到行政院的四个不同的地方的办公室 也就是云嘉嘛 然后花东嘛 然后中部嘛 然后高平的这四个办公室 那这四个办公室我去的时候 都是一次跟当天 就是当地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多 二三十个社会企业的朋友们 社企生态圈的朋友们座谈 那座谈方式同样也是开slide 大家提出任何问题呢 我就当场解决 可是我当场解决 并不是因为我很厉害 而是因为在空总同时 有八九个不同的部会 所有跟社会企业相关的承办人 都在空总远端的备巡 我想我们立法院 可能一下还没有办法迁都 但是我们就是现在在试着 把这种远端背询的系统把它做好 这样子的话 任何朋友一讲出任何 各部会可以解决的话 那在台北的 好比像商业司的朋友 或者是老发属的朋友 或者是中好企业处的朋友 他们就可以回答 那他们回答的时候 旁边卫福部的外交部的 或者任何其他的朋友 都可以马上知道 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 在台湾各个角落的社会创新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等于去帮助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在未来的法规条式 新创的沙河中小企业条例里面 也会特别说如果有一些企业 他在解决社会问题 就是跟政府的KPI一样的话 那很坦白讲 政府每年才编一次 这个我们的工作的预算 我们的灵活性 我们的这个盘性 绝对都不如在地的NGO跟社会企业 所以这些朋友们 如果他要解决问题 跟政府要解决问题相同的话 那我们的韩式的松绑法规的调试等等 也会优先的把资源放到这些的企业上 好 那以上是大概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我们来看一下slide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位朋友说这个 从空总的设计创新开幕 积极进取值得肯定 然后有一位马上追问说 现场是不是也可以举手提问 当然可以 所以当我这个处理完每一个问题 像现在这样子 处理完之后 那大家现在如果有想到什么的话 马上就可以举手提问 我想时间是大家的 有没有想到想问的 有位朋友说很贴心的平台 而且还特别打了一个爱心 好 谢谢这位朋友 有位朋友说如果想帮忙 或者投资社会企业有什么方法 这很好的问题 我们在空总 现在就是在中小企业处 吴明吉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 其实希望是说本来如果大家企业 就要有投入CSR的一些资源的话 那边就像是一个社会存折 等于是说已经有跟社会企业 比较有关的一些创新的投资人们 已经帮忙看过这些business model 那这些business model 它是比较有可能 大家除了用捐款之外 甚至也可以用投资的方法来进入 那这个部分 其实是可以直接跟我们 就是空总社创中心 或甚至礼拜三 就请你们承办的朋友 直接来找我 这部分都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了要让这个整个 可能是亚太地区 也包含印度 就是整个所有的这些 我们最近政府 特别想要交朋友的这些国家 都能够知道说 台湾在社会创新上面 不只是零件或者是硬体 或者软体的提供者 我们事实上也是社会企业 创新模式的提供者 好比像说像台北 就是有一家叫做重设企 他就是最近到纽西兰那边 才有过一个pitch 然后也得到当地的投资人 很多的喜爱 那它的模式就是说 有一些做轮椅的朋友 那传统上是把它叫做 就是无障碍空间 好像是我们要提供这些 比较弱势的朋友 让他们比较行动没有障碍 但他们现在想法就是说 我们透过自通讯科技 透过让这些做轮椅的朋友们 手上可能有iPad或者有其他方式 把它们变成叫做通用设计师 就Universal Design Universal Access Designer 那通用设计师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平常 是这样走路的 我们看到轮椅的步道 或看到其他的设备 其实我们很难知道说 除了KPI验收完之外 到底还有什么方法 让他能够对这些朋友们 更有吸引力 但是从通用设计师的角度来看 他其实在这方面是专场 因为他有非常多第一手的经验 他就可以反过来 不是需求的好像只能接收者 而是能够变成是 不管是旅馆 或者是街道设计 都市设计等等的 这些需求的提供者 所以等于是 把他们组织起来之后 翻转了本来大家社会上 对这些朋友的想象 那其实有很多 相关社会企业 都是做这些 像黑暗对话 它就是大家在 可能有些共事营的时候 如果是在完全黑暗的地方进行 刚好我们空总的地下室 现在是青的漂漂亮 而且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会在那边 举办这样子的一种共事营 那大家在完全黑的情况下 其实是一方面是 就是身心的状态 都是比较愿意听得进 这个其他人的声音的 所以团队形成共事就很快 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 引导员来引导大家 那他就是请盲人朋友 来当作专业的引导员 因为盲人朋友 在那样的空间里面 其实反而是优势者 这样 所以就说其实很多社会企业 它都是建立在这种模式的创新上面 那这个创新呢 我们就会希望说 在明年的五月 有这样一个 就是现在叫做明日亚太社会企业高峰会 去举办 那这个举办呢 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它是第一次 这个高峰会 它是以亚太为范围 而且呢 当我们在举办的时候呢 我们是选在台中 那为什么选在台中 是因为第一个 我们院长赖医师 他觉得说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台湾各地都有社会创新 我们要挑在一个 台湾各地到那边都一样 差不多一样距离的这个地方 比好像是都在台北要来得好 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们林佳龙市长 个人非常的支持这件事情 那他们不管是INGO 这些计划 或者是他们要把台中 变成就是社会创新的一个 实验场域等等 他们都非常非常积极的在争取 那我自己也是有参与台中的 就是智慧城市的委员会 所以在这里面 当一个科技进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结合在地的力量 去让在地能够去告诉科技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 让它融入生活 而不是好像说科技将下去 但是因为在地的朋友们 可能工部门 比较没有服务设计的概念 好像对当地被照顾的朋友们 反而觉得那是强加的 或不是他们所需要的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社会企业的方法 来使的这样子的智慧城市 更容易的推展 所以这个是在明年5月5号到6号 在台中的文化创意园区 大概一千多人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 江总市长愿意帮我们 联络一些他所认识的 一些国际的一些讲者 那我们这边当然也会 请外交部 以及其他行政院这边 能够使用的资源 来邀请 好 那所以如果大家 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那这个忽然变成募款参会了 就有一些赞助的方案 那我刚好有带一些纸本来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这个黄自伟专委 这边他也有一些更多的 说明的文件 那我想整个目的其实 并不只是把社会企业这件事情 让全台湾知道 或让整个亚洲 知道台湾的重要性 反过来讲 这也是对参与的各个企业来讲 更能够认识说 你到这些last mile 要怎么样结合在地的 这些创新的朋友们的 一个很好的概念 所以如果 因为刚好这位朋友问了嘛 我就来回答一下 有一个朋友问说 B型企业跟社会企业 有一些不同之处 请问目前台湾的纯社会企业 是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其实有一位 各位可能有听过 叫做尤努斯的一位经济学家 那这位经济学家 他有提出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social business 就是那但是 因为social business 跟social enterprise 在台湾的翻译都 因为social enterprise 本来应该翻社会事业的 已经翻成社会企业了 所以social business 他们就只好翻成社会型企业 那但是到底 这两个怎么差别呢 就是尤努斯他提出来这个模式 其实是我自己 比较熟悉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 这家公司 他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他股东好比方说 都投一千万 那这家公司开始赚钱了 股东就只拿回一千万 拿回一千万之后 所有的每一毛钱 都是在花在 重新投到 这个社会使命上面 他最多就是在开 新公司 子公司 分公司 但是每一个章程都写成一样 所以到最后就是 整个事业体 就是为了要达成这个制业 那这边我想翻成制业 可能大家比较理解说 这样子一种组织的方法 那这种所谓 纯的百分之百的 尤努斯形态的社会型企业 在台湾事实上是也是有一些的 因为现在各个大学 开始好像比较长荣啊 或者是台南市好像最近才核准了 一个社会型企业 以前在台湾很少的原因是因为 公司法第一条就是公司 以盈利为目的 但它在设立的时候 对这种章程 感觉上就不适宜 就是分配股息为目的的公司 到底能不能登记 都有一些疑问 那随着必锁型公司的这个出现 大家开始了解到说 OK公司当章程自制的这个精神 然后再加上商业司 最近的函视说 这个就是盈利 它是包含就是你的社会的目的 你要创造公共利益也算是盈利吧 的就是商业司不来管你了 简单讲的这些函视的这个出现 大家就比较愿意 开始用公司形态设立这样子的 本来以前可能都是用 协会或基金会的方式 来设立的这样子一种事业体 那所以目前这种百分之百的 纯粹的社会企业 详细的数字可能是要问 那个尤努斯的基金会 但以我理解也是在数十加 跟我们目前B型企业的数量 是差不多的 那我想就是说我自己 就是对于推广社会企业的想法 是说它就是一把大伞 不管你的组织形态是什么 不管你现在是百分之五十 用在社会使命百分之五十给股东 还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十 或者是尤努斯形态百分之百 这都没有关系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它只要越让大家 能够往这个中间互相连结的方式集中 它就是好的一个动向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跟尤努斯一直强调说 就是大家的自愿揭露章程的部分 要很明确的注明 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设一个门槛 说你要到百分之几才算是社会企业 百分之几就不算是社会企业 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家公司的形态 真的不一样 然后它有些比较适合一开始是用 甚至群众募资的方式 那有些比较适合用就是一般的C round 这个A round的方式 有的甚至比较适合用捐款的方式 我想我们并没有特别觉得说 你要达到商业模式运作之前 一定要用某些熟视形态到某些趴数 我们才把你叫社会企业 就像刚刚说的 只要自己觉得说你有一个社会使命 然后事实上市场也证明说你有一个商业模式 最后真的也解决了社会问题 那它中间的这个趴数 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去加以限制 那所以在募资方面政府提供帮助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说如果你现在是就是登记在 我们中期初的社企的这个平台上面的话 我们会仲介一些CSR朋友 一些国发基金像火水2是专门投社会企业的这些创投 然后去对比较early round的这些社会企业去提供帮助 那到比较到创规版 或到其他的这个stage的时候 当然创规版就是说社会创新就是一种创新 所以你不需要证明说你是5加2或什么别的创新 它只要是在社会企业的这个模式上创新 它就是当做一种创新 那当然未来就是可能信保啊 或者在中小企业条里面 也会再额外的再多加一些募资上面的帮助 那这边是具体的回答 那有位朋友说这个草案里面关于社器的条文可不可以说明 可以 就是说我们唯一就是真正有动到法律本身的 就是刚刚讲的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公司引力为目的 接下来就会变成是说 但是个别的公司得自己再去宣告它的社会目的 或者环境目的或什么 那这个本身的比例与这个商业司不去做控制 那这个是第一条的一个具体的修正 那另外就是393 那393条就是公司自愿揭露自己的部分 那自愿揭露自己的部分 这个部分不一定百分之百需要透过法律来处理 因为目前本来公司就可以自己揭露章程 只是商业司没有一个地方放它而已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协调商业司 如果公司自己愿意揭露章程 特别是里面关于社会使命 以及关于盈余分配等等的这些部分的话 那它至少要放在经济部的 这个开放资料的这个平台上面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有协调到的 那除此之外 其他都是韩式就可以处理的 或者是解释就可以处理的 那这个部分 中契处跟商业司也正在积极地处理 就包含说我们要在什么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检索 怎么样子把它认定作为 我们可以作为共同采购 共同供应契约的标的 那这些部分可能会在下一波的 就是中小级新创企业条例 这边来进行处理 那中契条例里面 我们目前比较确定的 就是登陆的部分 跟共同供应的部分 那所有其他部分 包含法规 创新沙盒 调试这些部分 目前都还在就是公共咨询的一个阶段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随时欢迎 让我们中契处的朋友们知道 那我自己是蛮就是佩服 这个吴明基老师的团队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用一个相当 严谨的一个规格 来处理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希望就是不是说 大家以后听到社会企业 想到就是青年创业 或者是这个初创企业 因为虽然很多青年创业 它事实上是 就是要做社会使命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 成功的社会企业 几乎都不是 纯粹青年创业 创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叫做 跨世代创业 或跨领域创业 它几乎一定都是 比较资深的 可能已经退休了 就是想要回馈社会的 的一些朋友们 那以及一些有创意的 一些青年人 或者如果他们要照顾一些 社会弱势 他们股东或董事里面 也会有这些社会上面的 本来的弱势者 但是他希望能够翻转 这个他们的社会地位 或者社会评价等等 所以这些部分综合起来 跨领域 然后又跨世代 我们看起来才是社会企业 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方法 又或者说他试一试发现 这根本不需要商业模式 就是可能是透过一个运动 或者一个团体就可以达成的 那也不勉强要成为社会企业 那仍然是一种社会创新的方式 所以我想这些就是 吴明星老师目前正在 就是具体的去把每一个可能 他在不同stage的样态都去做处理 所以我们并不会觉得说 一定只有青创或一定只有初创 才会是社会企业 而是任何状态的企业 你只要开始认同这样子的理念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 往这个方向进行发展 不管本来是基金会 还是公司的形态 有一位朋友问说 这个 请问政府能不能够 推出实质的奖励方案 来扶植扩大定义后的社会企业 这个以我的理解是余婉如委员 在立法院有提出 就是专门的社会企业的这个奖励 那这个奖励里面 它特别就是在讲说 大家如果捐赠到一个社系的生态系基金的话 那一个部分 好像是会有税务上面的一些优惠 那这个基金又会再拿来去让整个生态系 等于好像是类似 国发基金的那样的想法 但是专门就是创造社会影响力来使用 那因为那个目前是立法院的提案 那以我的理解 国发会还没有提出对案 所以目前它就是在立法院讨论的一个情况 那可能要到下一个会期 我们才会比较明朗知道说 那那个部分要怎么样发展 那在新政部门提出对案之前 我们目前还是先使用信保 采购奖励 共同供应 或者是办很大的亚太年会 等等的这些方式 就是来先让大家各界的认知度提升 认知度提升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觉得我们再去讨论其他的政策工具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啦 大概是这样 那有位朋友问说 这个社企业社会责任CSR有什么不同 我想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一家社会企业 它就是它成立这个组织 就是为了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或者来创造它的社会的影响力 那CSR是说我的经营的状况 我在过程里面照顾到利益关系人的利益 然后我如果有赚钱的话 我有一部分的钱去 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但它还是是 就是我在经营良好 这个有很赚钱的时候 我又多做一些 那我平常就不要 给社会有负面的影响力就好了 这是CSR的精神 但是社会企业的话 它就是说 不管它目前是赚钱还是赔钱 它不管是 正在是营运模式 营运模式已经很确定了 不管它是在哪里 它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社会使命 它至少跟赚钱是一样重要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家社会企业 所以这个其实很可能 中间是有重叠的地方 就是当你CSR做到 多到一个程度 然后你就觉得说 我整个公司的经营 它就是好像是 让整个社会认名这个品牌 然后这个品牌 对社会来讲 也有一些社会影响力 动员力的时候 慢慢它就有社会企业的感觉 因为它开始改变社会的组成 它在企业跟社会中间 产生了双向 而不是单向捐钱的这种连结 同样的道理 社会企业做一做 它当然也可能 它自己也会去做额外的CSR 去照顾其他 甚至不同领域的社会企业 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重叠 但是不互相蕴含的这个概念 有朋友问说 社会企业跟非营利组织的差异 与功能如何 是否可能形成静和的关系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非营利的组织 它如果它的大部分的收入 是来自于市场 而不是来自于捐献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也是社会企业 就是我们并不会因为 它的组织形态是NPO 就不把它叫做社会企业 那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 很好的例子 像喜罕尔 或者是刚才提到的一些NPO 那这些NPO 当然也是社会企业 也是很大的社会企业 但是它的功能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它不只是好像是 接受各界的捐款 然后把这个捐款做一个很好的利用 它事实上是能够放大这个捐款的 就是这个跟影响力投资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多跟这家NPO发生往来 它其实是可以放大你捐款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永续地经营下去 然后甚至可以自己再sponsor 新的社会企业的出现 因为我们现在非营利的组织 在我巡回的过程里面 很多都说 我们想要设立一个闭锁型公司 这个闭锁型公司 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公司部门 那这个公司部门 它因为闭锁型公司 它章程锁定 所以它所有赚的钱 都会回到这个基金会来 那我们能不能够设立这样子的一种 等于是混合的这个组织吧 那在以前因为商业司的那个公司 引力为目的 那个解释函是还没有出来 所以事实上很多朋友 在设立的时候碰到了很大的阻挠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只要你的这个基金会 NPO的会员大会同意 那基本上内政部也好 商业司也好 并不会来限制你 那我想这个是蛮大的一个突破 那其实我自己就是在 以前在矽谷 在自由软体圈的时候 这个是最常见的状态 对我来讲这个是很常见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 可以拖这么久 那举例来讲 像我们之前 大家可能还记得 微软有一个浏览器 叫Internet Explorer 那就是IE这个浏览器 那这个浏览器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那但是当年是 这个占有率达到97% 98% 几乎是垄断的一个浏览器 那在当时它垄断的时候 就是有一群年轻人 我们做自由软体的朋友 去把以前Netscape这个浏览器 改写成销Firefox 就是火狐这个浏览器 一个地球 一只狐狸 这个浏览器 那因为这个浏览器 是集合全世界的志工一起做的 所以呢它就慢慢占有率 就5% 6% 7% 8% 10几% 然后慢慢就打断了 这个微软的这个垄断 那后来呢 市场占有率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这很赚钱 就是说它不是只是一个NPO而已 Google啊 Yahoo啊 各地都会想要来买 这个浏览器的搜寻引擎的 这个专属的使用权 或者是说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别的东西 都可以卖 所以一年就可能一两百亿台币 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 这个时候 当时这个基金会 就是设立了这样子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章程就明定百分之百 就是要捐献回 这个自由软体的基金会 那这个基金会要再做的使命 就是确保网路是安全的 然后隐私是保护的 确保是 不会被特定厂商所垄断 等等的这种社会使命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禁合的问题 就是说 只要双方的章程以及使命 都非常清楚 那各自都有各自 可以扮演的角色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我可能讲的有点快 所以看 大家有没有什么 现场想要问的问题 如果想要 还是我们就继续 好 那 接下来 就是有个朋友说 台湾是不是有可能 成为B Corp的认证中心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B Corp的这个认证 是由一个叫B Lab的一个组织 所发起的 它基本上就是来检讨一家公司 在各个方面 包含在环境 在治理 在利益关系源的照顾方面 是不是都有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达到一定的水准 它就认为说 这家公司的存在本身 就是创造好的社会影响力 就是这样子的一家公司 那台湾作为B Corp的认证中心 我自己当然是非常乐观其成 就是说我们的目标都是这样 就是不管我的巡回 或我的office hour 都是说 这是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 那我们政府也是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比较没有效率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是帮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问题 那这样子比较有这个陈述效应 比较有amplifying effect 所以如果有任何部分是我们外交部 或者我自己可以做的的话 那当然就随时欢迎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告诉民间说 你一定要做这个会 你一定要做那个 不会去下指导期 因为简单讲 就是说这种社会创新 已经是当地的朋友们 当他知道说 有这样社会创新模式的时候 他们的创造力远远超过我们公部门 不管是政务官或事务官能够想像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 刚刚讲的创新沙盒 其实像Fintech也是一样 我们金融创新实验条例 希望很快可以三读 那这些的想法都是一样 就是说大家有一个新的创新的想法 是用这个来做一些实验 政府退一步说 我六个月一年不要来这个罚 或者不要来规管 那在释出一个模式之后 可能一半的几率它是失败的 那也是帮社会付了学费 那但是如果它是成功的话 那社会就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因此 法规就可以再往前迈进 而且社会也不用在一直 好像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 进行争执 因为在这段实验期 它会累积大量的客观的数据 可以跟各界所参考 我朋友说能否多介绍 几家社会给大家认识 比较具体 这个很乐意 其实我们在这边的几家 几个这个箭头 它都有对应到类似的社会 好比像说像 就是在地的地方的再生 跟企业中间的关系 大家可能知道之前有一个叫做 八八风灾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小邻村嘛 新闻上是有的 那当时呢 其实它就是几乎是灭村 然后那后来有一个重建的工程 那重建的工程 当然政府是非常有效率的 就是一下子就重建到一个程度 但是它硬体上面重建是一回事 它如何去把在地的这个 就是组织包含它们的生产模式 它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像梅子之类啊 这些东西 是不是能够让在地的朋友们 自己去决定 要怎么样组织起来 怎么样管理 这个其实并不是 坦白说并不是政府所擅长的 政府很擅长 一下子就把硬体都录啊 什么东西都弄好 所以呢 后来就出现了2021 就是国道20号 21号吧 我应该没有记错 的这家社会企业 那这家社会企业 它就是用社会企业的这个模式 但它事实上是在 把当时的就是灾后的自救会 的这些朋友们组织起来 然后试着一起去找到说 我们趁着这个 能够完全重建的机会 有没有可能把在地的 可能回乡的一些朋友们 或者是愿意投入在地的生产朋友们 把这个品牌做出来 因为刚好全国都在关注这个地方嘛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机会里面 就去做出 好比像说 他们用在地的梅子 去做了很多相关的产品 那好像高铁上吧 还是哪里 就是很多channel 都可以买得到他们的产品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社会企业 它就是把传统上 好像觉得说 治理这件事情是 必须要地方政府 或者是地方的公务员 才能够来做 把它翻转 变成是说 反而是由自救会 或在地的朋友们 自己来告诉政府说 我们现在想要组织成这样 我们现在想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生态器 你们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政府互动 那这里就要看当地的地方政府 以及中央政府 能不能接受这样子一种互动的方法 那我想我们现在随着这个时代进步 我们越来越能够接受这种对等式的治理 就不是说只有政府想的才是好主意 政府没想到 那民间都不能做 那我们现在这个 尤其包含我们国法会美龄主委 他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 本来以前个案说不能做的事情 都不能扩大成通案 就算以前通案说 韩式不能做的事情 现在有一家社会创新的企业 或一个事业体 他想要挑战看看 那我们还是要回去看他的母法子法 到底有没有禁止 如果没有禁止的话 这个韩式是要废止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 我们以前就是公务员在试用法的 法概念上的一个蛮彻底的转换 所以我们现在在巡回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行政院长所谓行动行政院的下乡 或者是我自己的去设计的下乡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试这种新的 对于法规的解释的方法 就是希望能够让在地的朋友们 自己能够集结起来 然后找到一些创新的模式 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 好比像说像那个 短购费率就是太阳能板的 这个概念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群木的网站 他们本来都是群木来捐给偏乡 捐给学校捐给这些 但现在它是捐但是去盖太阳能板 那当然除了这个活化空间 或者是散热啊等等的这些 目的之外 它也是变成一个比较长期的commitment 因为这样子你捐了之后 它是远远不绝的会有 就是 来 请说 有 好 OK 好 了解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slido的问题 我们还有13分钟嘛 对不对 有个朋友说如何吸引国外知名的社企 来台设立据典来营运 当然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外国人才的那个专法 我们才刚通过嘛 然后农历年的时候大概就要实行了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 有很多新创的团队 他可能应用区块链 或应用一些新的东西 他就是想要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在以前呢 他甚至是台湾人 他还是要跑去新加坡 或跑去开曼青岛 那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 因为他的这些创业的朋友们 还在筹备的时候 他还没有一个雇主的时候 来台湾三个月就得走 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也是大家各界都有反应的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透过外国人才专法 所谓的就业金卡 他可以待三年 然后可以慢慢地来筹备他的这个 社会创新的实行 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在 特别是在台中INGO 但是在各地我们都有看到说 专门去给国外的这些 想要在台湾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朋友 中期初自己在那个 应该是世大运选手村吧 林口那边也有一个类似的计划 我们在各地都看到类似的计划去说 如果你来台湾 你是想要创造社会影响力 那按照道理 你就比较会留在台湾 因为你创造社会影响力 是停在这边 是跟这边的社会有紧密的联系的 不会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一些更改 或什么 你就马上就会把据点撤掉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 在台湾创造社会影响力 所以一方面我们透过外交上面 去强调这种永续目标 我们去发展目标的这种外交 大家在台湾这边 创造出社会影响力之后 这个模式它就可以export 就是可以汇除到旁边的各不同的国家 这是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 我们去把矽谷最新的这些 disruptive 就是可能对社会有一些扰动的 像Uber这样子的一种创新模式 提早的在台湾这边 透过无人载具的创新沙盒 透过各种创新沙盒的方式 提早在台湾这边 去衡量它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它是正面的 那我们又多了一些东西 可以export出去 那也对这些外商的朋友们 是一个很好的诱因 那反过来讲 如果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至少就是我们会很明确的 透过数据 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这个就叫regulation technology 就是reg tech 就是反过来 我们自己的监管的部分 也需要技术上的升级 所以这个部分是 我们能够提供大家的 而且他们运用到的任何新的技术 像什么以太坊啊 ICU啊 政府这边不会忽然之间 这个明天就突然禁掉了 这个我们的法规的调试 它是有一段去调试的时间 它不是就是比较武断的 所以我想 这个对国外的创新的朋友们 多多少少都是一些诱因 那朋友说 今年我们就是跟重设器的林老师 跟水宝区一起推动 无障碍的旅游 目前已经规划出六条路线 也邀请一些年长者 或行动不便者来旅行 让他们也能够出去玩 连他们的家人或照护者 也都很开心 那今年都有我们集团 赞助福祉车 副驾的司机 明年希望有更多 爱心的企业共享盛取 要如何推动 因为这位朋友是匿名的啦 所以不知道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是哪一位问这个问题 还是希望保持匿名 好吧 那就是说 目前这个小旅行的工作 其实以我的理解 包含这个卫福部的设家署 包含老发署 包含各种各样子的政府计划 里面都已经有包含 这个部分的规划跟策划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共享盛取的话 我想就再次募款参会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年会的前后 其实尤其是前 其实都有安排 同样的小旅行的这种活动 那这样子的小旅行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各国的这些嘉宾 他是到台中 所以他基本上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 小旅行都还蛮容易的 都是在当天的这个车程的范围里面 所以如果大家是对于这个 旁边的小旅行的活动 特别有兴趣的话 同样也欢迎跟我们子委专委联络 那我们就会介绍各位到说 在这个年会前后 让大家的品牌 或者大家的commitment 更能够让这个一千多位 这个来的这个朋友 包含几百位这个国外来的朋友 知道的这个方法 我们也觉得说 在进入论坛之前 先有两三天的小旅行 或者后面他还有两三天 更深度的讨论 对大家的commitment 以及这个sector的行程 都更有帮助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正在策划的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非常欢迎跟我们联络 另外一个朋友说 是否可以请政府最高层 多关注参与社系跟B Corp等活动 我自己稍微数了一下 我们来院长最近的脸书 在从社创中心开幕到现在 大概一个多月里面 大概已经出现五次社会企业 就是作为这个 不管是要结合地方创生 还是社会企业要成为台湾的这个标杆企业 或者社会企业要结合地方的这个 重新发展农业的特色 或者社会创新 他必须要普及到台湾的各个角落等等 我想目前院长是相当的认同这样子的理念 而且也觉得说 这个是很值得 就是台湾各界都能够把力量 能够汇聚在一起 而不是在很多别的题目里面 好像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汇聚力量 或者是甚至力量是彼此拉扯的 社会企业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是几乎是像拼拼图一样 你只会加上去 是不会减掉的 那所以我想这一点上面 在我每个礼拜跟来院长报告的时候 他都是非常重视 也非常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在B Corp的方面 以我的理解 台北市是非常的支持的 就是不管是从产发局 或者是市长本人一直出席相关的活动 那其他的地方政府 像加龙啊 这个其他的地方政府的朋友们 也都有看到这股趋势 所以像B Lab的年会吧 好像也是在台中举办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因为每一个特定的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 当你认识到这个之后 还是回到它的社会使命嘛 有人关心原住民族 有人关心农业 有人关心各个不同的弱势的族群 有人关心自由软体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让大家投入的一个标杆 但是进去之后 白宝箱打开12个模式之后 当然很自然的 你会对其中一两个比较有感觉 对其他的就觉得还好而已 那但是这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们办这样子的活动 就是希望说大家在里面 可能找到一两个 很跟自己很投缘很对位 你想要把你的社会影响力 不是只是捐一块钱做一块钱 而是投资一块钱 能够有三四块钱的以上的 这个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所以这个工作我想还是要回到 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政府 以及每个地方政府 想要在那一个地方 去做怎么样子的社会企业的构造 然后由他们来去关注 但是我们最高层就是行政院 我能够触及到的朋友们 我都会很努力的去 让他们认同这件事情 那其实也不太需要说服 目前看起来是 大家都相当认同这件事情 有个朋友说 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碰到社企人 因为实现现实跟理想的挣扎而放弃 我想就是任何转型 或者任何创业 本来就是失败比成功多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但是 因为我自己 我是创业也是收掉了四五次吧 大概后来才释出一些模式来 所以就是说 我想这个在西谷是非常 非常单纯的事情 就是说你只要写一个postmortem 然后你让整个生态圈知道说 你因为这一次做了什么 然后大家学到了什么 其实大家都还是觉得是好朋友 投资人 还是会觉得说 那这样你第四次了 你第五次 成功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在西谷是 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 那我是很希望 透过亚洲联系西谷 这些计划 把这样子的精神带回台湾 也就是说 即使它这个模式失败了 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企业 或者它是 本来就是在创造 所谓的双重底线 或三重底线 就是它经营的过程里面 除了赚钱 也对社会创造正向 也对环境创造正向的影响力 所以即使它赚钱这边 试不出商业模式 它收掉了 这个过程 它也对社会 跟环境创造了 接下来下一个人 可以接棒去做更好的 这些影响力 就是成功不必在我这个状况 那这位朋友 他当然下一次创业的时候 就可以接着他上一次的 这些东西来做 那我们在西谷 推动开放原始 推动自由软体运动 的整个目的 就是说 OK Netscape创业 创业拿了投资人很多钱 那市场也赚了一阵子 那微软后来独大 Netscape就倒了 可是Netscape倒了的之前 它们就已经透过 开放原始码的方法 去贡献它们的原始码 给整个社会 那所以才会有 后来的Firefox 才会有后来Chrome 才会有后来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如果中间 没有这样一个 我一面赚钱 一面创造社会影响力 那就比较没有办法成为 我们叫做Lost Leader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跟很多就是中小企业 或者是商界的朋友们的 讨论上面 其实我们用的 还是相同的语惠 就是说社会企业 它现在是一个让大家 希望大家认名 这个品牌的力道 慢慢能够跟抵制 特定品牌的力道 慢慢差不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社会的组成 我觉得是会对 不管是就是 经营企业的朋友们 或经营社会组织的朋友们 双方都可以把彼此看成 是能够达到互助共好的 一个可能的伙伴 但是即使不是伙伴 至少讲话是彼此听得懂的 而不是在最近很多的 这个法律讨论里面 好像是完全用的是 不同的与会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跟我们政府 希望大家能够 就事论式的 讨论很多政策 事相符合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好像还有三分钟 所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 相当而来 向前来 请说 有麥克风 麥克风 那麥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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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有這樣子的特質來發展 讓社會企業噴勃發展 來凸顯台灣在國際的影響力形象跟地位 那我就請教一下委員 不管是從行政院 從中央跟各地方縣市政府 是不是已經建立了 包括你的辦公室 是不是已經有建立了 能夠讓社會全面參與 或是更由年輕人來參與的平台 來共同挖掘這個社會社區的問題 也就是他發現那問題 他就往上丟 然後給予歸類 第二個 同時讓年輕人讓社會共同針對那個問題 去提出他的看法跟解決方案 同時藉由這樣子形成 我相信在座的企業家企業領導人 他們也一定企業裡面也有人很有興趣 藉由問題的發生跟解決裡面 去找到所謂的去資助 支持還是去經費的捐助也好 還是去協助他們去創業也好 我認為這樣子的平台是一個非常重要 不曉得委員你的辦公室還是地方支付已經設立了 是 已經有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跟各個地方政府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我每兩個禮拜去行政院的四個地區辦公室 那大部分地區辦公室都是合屬辦公 那社會企業其實它的各個不同形態 對應到不同的局處 所以在以前是沒有這樣橫向聯繫的 我們現在把這個橫向聯繫的平台建立起來 那這邊的一個特點就是說 它完全是透明的 就是我參加的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竹子稿 所有的提問的列表 然後所有就是 不管是你想要是捐助 或者是你想要投資 或你想要做任何事情 這個這邊都是所謂的暗自管考 意思就是說 大家在slido上面的提問也好 現場的提問也好等等 這邊都是有一套管考系統 在這邊已經是跨部會的方式 來進行處理 那它起碼目前是在 中期初是我們的幕僚機關嘛 就是圓夢網裡面的社會創新實驗 那網址是SE就是Social Enterprise 點PDIS PDIS就是我們辦公室 點TW 所以這個平台 它不但可以看到我們跟 就是在地的政府的連結 也可以看到目前有登錄的這個設計 也可以看到政府相關的資源 那最重要就是您剛剛講的 就是初題解題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您可以看 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它這邊就會去breach 說目前有哪一些這個題目正在被出 然後哪些題目正在被解 然後還有就是說這個不用預約 直接就可以來這邊找唐鳳 所以這三件事情 目前我們都是在這個網路上面 去進行處理 那如果有絕對的網站 有任何可以講得更清楚 或者說簡報可以更清楚 或者是說有比較不了解 它怎麼運作的部分的話 隨時歡迎讓我們中期初的朋友們知道 那他們就會再去聯絡 就是七八個不同的部會 我們現在有一個共用的這樣子一個平台 那每個部會都會手上把 自己有的這個政府的創新的資源 不管是農委經濟勞動 內服教育文化圓民 國發金管外交 他們這兩個禮拜 有的新的這個題目 有的新的計畫 等等的這些部分 我們都全部在這個平台上面進行公開 所以就是如果有覺得任何有缺漏的地方 就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應該是以兩個禮拜為週期管考 就會慢慢把它補上這樣 謝謝 謝謝這位朋友 請說 我來請教兩個問題 我是工商協進會的葉顧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社會企業的問題 去年個人很榮幸也應邀參加 八月份 尤魯斯博士到台灣來的一個參會 那麼所以對這個 他推廣這個社會企業在台灣的話 非常的這個盡心 非常的佩服 可是一年多來 感覺上好像進度很慢 那麼剛才也有這個朋友問到這個 社會企業跟CSR 當然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麼剛才也聽到唐振偉 也很詳細的說明不一樣 那麼在台灣為什麼會 那麼慢的一個發展的這個速度呢 那麼剛才也沒有聽到 這個政委這個說明 是不是有一些特別的辦法 能夠讓這個企業能夠在台灣生根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要請教這個 唐振偉有關第三方支付的問題 那我想我們昨天這個 林理事長也對這個問題 有所這個指教 就是認為說我們法令這個綁太多了 那麼所以這個 一些這個所謂這個 第三方支付在台灣就很難發展 那我想這一點是對的 那麼如果跟中國大陸來比的話 確實我們是落後非常的多 那麼中國大陸幾乎大小的這個交易 都可以透過這種 這個第三方支付呢 那麼來完成 那麼在台灣我看呢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的法規呢 那麼通常比較prefer 怎麼樣來綁住這個銀行業 那換句話說呢 很多第三方支付的這個業者 都跟這個銀行來這個有一個 agreement 所以因此呢 銀行就變成這個 所謂最後的支付者 那麼這個平台呢 那在台灣我們發現到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這個平台它又不願意介入這個 這個所謂的買賣雙方的這個糾紛的問題 那換句話說呢 那麼這個都 讓消費者感到這個非常的這個猶疑 所以在台灣很難發展起來就是 我們的這個各種交易的話呢 一定要透過這個銀行業 那銀行業又是極其保守一個行業 所以因此在台灣呢 那麼要發展這個所謂第三方支付呢 確實是非常遙遠 那麼要達到所謂caseless society 這樣一個無現金的社會這種狀態 恐怕很遙遠 所以我想請教這個政委呢 在這方面是專家啦 將來怎麼來改善 能夠讓它步調快一點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其實您的第一個問題是 由第二個問題的前言就回答了 就是說社會企業 它一般在各個國家的例子都是說 它必須在法規上面 對於三種主要的組織 就是公司NPO跟合作社 都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法規調適 才能夠讓他們是往同一個方向 而不是好像彼此拉扯 那台灣的公司法 本來那個第一條就已經 就是幫得很死了 而且還不管是說 各種各部會的函事 都是從嚴解釋 其實不是從寬解釋 有時候其實甚至有 預約這個法律的這個嫌疑 所以這個部分 就會讓很多社會企業在發展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釋出 自己最適合的組織型態或營運模式 它好像一定要承認在某個 然後在那個模式裡面 它就變成好像只有一個對應的部會 或對應的局處 然後別的問題 可能它就沒有辦法幫它解決 然後就會變成好像 就從此以往 就是在社系界就複製了在 行政院裡面的本位主義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那之前我們在 我剛接社系政委的時候 因為李馮彥老師卸任 中間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確實跨部會 如果看我們逐字稿 就是雙方好幾個部會都 至少兩個都有辦社契約 可是彼此不知道有辦社契約 的這樣一個情況 然後雙方邀的人是不一樣 而且明明可以有很多 彼此結合的地方 但是其實就沒有橫向溝通 所以我想 這是我自己看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本來是沒有橫向溝通的 然後八個部會都是拿設器當作名字 可是不管是在定義上 策略上或什麼 都沒有讓其他的部會知道 那所以我想這件事 是我蠻具體可以貢獻的 就是現在至少他們 每兩個禮拜管考一次 每兩個禮拜各自知道 一次彼此在做什麼 那這件事情我想 從現在開始推動到現在 大概也才兩三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已經有看到 很多東西有開始改變 尤其是一些跨部會的函視 以前只要一跨部會就做不成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透過 像這樣子的政策圖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它是必須要跨部會才能夠做的 那我們是透過這種跨部會 各自認領各自要做的事情的這個方式 去讓每個部會要做的事情 變成非常的清楚 那不好意思 網路可能要low一下 好 那再回答這個 我待會再回來講這個好了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關於第三方支付 大家當然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現金取得容易 ATM很多 基本上沒有什麼偽超問題 那在這個情況下 從使用者體驗的角度 除非cashless 它比cash的使用者體驗好 不然的話 終端的使用者為什麼要還 但是在很多國家 像您剛剛已經有提到 或非洲一些國家 他們的cash的使用體驗非常壞 那這個時候 當然cashless一下子就進去了 因為使用者體驗上是很好 所以我想都是跳蛙式的進展 很難說我們現在 體驗還沒有變好的時候 就一下子取代現金 這個比較不太可能 但是我想這部分是 我是比較樂觀的是 因為從所謂的掃QR碼的這種 手機支付 到好比像說區塊鏈 或者是現在以太方 或者這種快速智能合約 這個部分 這個又是一次跳蛙 那我們在這方面 透過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透過設置fintech lab 這些部分 其實不只是私部門 公部門自己都把這個 放在好比像說病例上 好比像說勸募捐來的錢的流向上 或者等等這些東西 去做責性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台灣在技術上 或者在創新應用上 在再下一波上面 其實並沒有落後 只是說 因為我們本來現金取得太容易了 所以在就是手機付款的這部分 看起來比較慢而已 那我想這部分 我們不管透過大眾運輸 慢慢導入這個 就是e-payment 或者其他部分 它慢慢會把大家的使用需求 去創造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滿樂觀的 那至於就是關於銀行 是不是都不創新 這個我想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當fintech這個法規沙盒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它是joint 就是不是單純銀行界 也不是單純科技創新界 而是說這雙方結合起來 找出一個能夠bridge現有的銀行的這些instrument 到這些創新的instrument的這個方法 它不是說好像我就ICO 然後我就玩一套跟現在的金融規則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泡沫式的這種東西 我不說百分之百泡沫式的 可能百分之九十泡沫式這種東西 而是說它把現有的金融規則 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去進行結算 去進行smart contract 去進行auto enforcement等等 那這一部分其實我覺得 在新的sandbox裡面很有機會 而且甚至透過韓式的剛剛講到 就是個案不能當通案用 通案法律沒有規定因與非止的這個想法 我們已經創造出很多空間 可以去讓這些新的朋友們 有這個表現或者是有實驗的機會 那這邊最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這是我們實際出了一個跨部會的一個案子 就是有一些很創新的朋友 但是他們創新可能用錯的地方 是用在Facebook上面賣假貨 然後這個貨到付款 然後大家收到之後就發現是假的 可是寄貨人沒有填 然後所以就求助我們回去找客服 客服是一隻機器人的這個情況 那在之前是在台灣是一個蠻大的一個社會問題 那這個社會問題當時我們就是透過這種跨部會的方式 去確保說每個部會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把這些利益關係的包含自救會的朋友們 全部都找來 然後這五六個小時的會議除了說有竹子稿之外 我們就當場把這個政策藍圖做成是在每一部 誰能夠做什麼 每個部會能夠做什麼 都當場的這樣子去確定 那當我們在做這種比較大的政策的時候 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每個部會都知道比賽做什麼之後 你以後打給165 你以後去內政部 或者是你以後去這邊是交通部 等等這些地方 即使不歸他們管 他們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這是歸誰管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鼓勵說電商 其實Facebook也是一家電商 他為什麼不加入台灣這邊的工會 然後透過一般的工會的協調方式 具體的去把這種交易糾紛 不實廣告 涉嫌誤導的這個教育等等 結合工會的力量來做 那因為我們這一套制定 所謂的多方利益關係的方法 是矽谷就是最常用的方法 我就是學這一套帶回來的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語言 去跟Facebook溝通 我去跟他們的VP溝通的時候 他們是馬上就可以了解到說 各自都已經各自做該做事 那就剩下我們了 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那所以他們就是 可能Facebook沒有辦法 一系之間變成社會企業 那他們在社會責任上 當我們很明確指出說 你造成我們社會的不利益 他們是很願意來react 所以就是說 這個跟他們討論之後 好像不到兩個禮拜 他們就加入了台灣的 無點面商業同業工會 然後就面對這個自救會的朋友 然後一起討論出可行的方法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樣子一套就是快速迭代 兩周管考等等的這樣子一個模式 它除了在跨部會上面 可以解決就是創新 碰到卡住的這個問題 把速度加快之外 有一些是真的不是政府能做的 有些是這種跨國的準主權 實體可以做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有一套方法 跟他們進行交涉 那他們目前也都非常願意 去把這些已經講清楚說 好 這就是他們該做的部分 負起他們應付的責任 所以我想未來在這些調試上面 我會繼續用這樣的方式 去結合各界的力量這樣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謝謝 好 請說 我想剛剛因為提到銀行 所以王道銀行也在這邊 凱基銀行也在這裡 所以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上禮拜有宣佈一個 所謂KGI INSIGHT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銀行的平台 我們提供的所謂的API 這些應用的program的這些界面 歡迎非金融業的這些第三方支付也好 或有其他創新技術 一起在這平台上大家合作 那當然金流的部分是我們來處理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合作 而不是一個競爭的局面 那我想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政委 就是說我們因為是公交協進會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重視產業的發展 所以社會企業是不是可以深入一點 能夠結合到一些產業的一些發展 比如說有一個積水損傷的基金會 它有六萬五千多個 可能都是平常正常 但是因為車禍意外突然就站不起來了 那當然就有社會企業來輔導他們就業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再更深入去想 我們現在的精密機械 我們很多的機器人 我們很多的輔助的這些精密的機械 也許可以幫助他們站起來 那事實上這個已經在做了 我想相信我們在台灣 不管公園院也好 或是一些企業 絕對有這個科技的能力 所以如果從這個社會企業的創新來看 能夠深入到產業的發展 那我相信這個可能更具體了 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社會企業也做了很多食安也好 或者是一些運動 亞健康的 那這個其實跟保險業的所謂的外溢保單 就是說你如果做了更多預防的 強健的一些事情 也許我的保費會有一些折扣 所以如果說社會企業的這些服務 能夠跟保險現在剛開始推動的外溢保單來結合的話 我想這個加在這個保費的精算上 可能會更明確 也減少無謂的 避免了社會無謂的一些資源的浪費 我想這兩個問題想 這個又不敢講提問 像跟政委還有顧問們報告 謝謝 是 非常非常感謝 確實我們在 我在Office Hour裡面也有很多 就是做輔具的 好比說一個聯盟吧 然後他們在線上可能做一些個人的一些檢測 那這些檢測他可能是在自己手機上 資料不會傳到上面 沒有各自法的問題的情況下 他就可以去推薦他說 怎麼樣子去規劃出一個 比較適合自己的一個方案來 但這個方案的目的不是只是賣他東西 而是把它們組織起來 變成一個好像是一個channel 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未來不管您剛剛是說要結合保險 或是結合所有其他精密機械的等等的產業 我覺得都是先有這樣子組織起來的 社會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組織得越多 這個連結往可能的這個企業的連結就越深 我想這個部分是非常好建議 然後我之後聽到這些朋友的故事的時候 也會盡量鼓勵他們往這個方向發展 謝謝 謝謝 好 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不好意思稍微有一點超過時間 好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唐政務委員 以從社會企業到社會創新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並與各位里建市進行意見交流 我們再也熱熱掌聲謝謝唐政務委員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禮物 要請我們林理事長來贈送給唐政務委員 我們再次一對掌聲謝謝唐政務委員 莉琳今天的會議 謝謝